我们给你脚的地板有感受一下 好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剁手风向标 我是斗买买 你看 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波折 这辆Model 3我终于是陪超哥给他提到了 也不是我陪超哥提到了 超哥昨天晚上特斯拉人开着板车给他送来的 那看到Model 3这个车我其实是百感交集 那两年前2017年我买Model S的时候 落地大概花了有75万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我下面留言 你脑子坏掉了 对我进行疯狂的叫什么 鄙视与侮辱 你脑子坏掉了 有这些钱为啥不买个雅阁 50万加油够加一辈子 尽管我跟他们解释说 我说这车科技感好 对吧 百公里加速快 日常使用的成本甚至还比人家QQ还要节省 他们不管就各种各样的黑我 是吧 然后去年我提了一下蔚来ES8 哇 那个黑的就更猛了 骗补车傻子才买 这公司啥时候倒闭 哇 把我黑的就更猛了 但是去年的时候Model 3上市了 开始的价格60多万 大家好像也没啥感觉 但是进贡的几次降价 最便宜的版本40来万 然后甚至有传说国产可能30万20多万 哎 这个车突然就进入了很多人可以购买的区间了 于是真相定律开始了 尽管Model 3 尽管Model 3有各种各样做工不行的问题 比如说对吧 方向盘咔吱咔吱响 甚至有人的车标掉了 有人的车牌照框装的不正 那个漆面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然后像这里什么杜柯条对不起 咱们待会就看看就知道了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并且这是一辆已经生产了将近两年的车 特斯拉每辆车都有问题 每辆车的问题还不一样 大家都选择性的无视了 只用一句正品特斯拉就把这个问题过去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双标呢 对不对 一辆车它好就是好 它不好就是不好 它好的时候咱们去鼓励它 说它行 它不好的时候咱们就要喷 你看 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股东 你看到特斯拉的做工做成这样子 你是什么想法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 整个售后部门要非常忙碌了 我当年Model S修一个充电机 修了有两个月 这么多车主都要修车 有的设计还涉及到板金 设计到更换零件 你知道特斯拉都是进口的 各种各样零件来 可能接下来售后部门的压力会非常大了 所以我觉得双标是不对的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到底特斯拉好在哪 我觉得好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那个电池 松下做这个21700电池 电池密度高 单体密度300瓦时每公斤 这是非常好的电池 但是电池不能一节一节用 电池要一组一组的用 形成一个电池包来用 那么我们算特斯拉的电池包密度的时候 大概也就1780瓦时每公斤了 这一点国内宁德时代 比如最新的ES6上用的 NCM811也是84千瓦时的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也是 大概170瓦时左右 所以电池这一块 特斯拉单体很强 但是能量包之后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电动机 电动机确实特斯拉不错 你看Model 3的电动机 如果你看过图片的话 一点点大 非常小的一个泳磁电机 它就能做到大概15000转的极限转数 这个是特斯拉的优势 对吧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一点是 为啥它用泳磁 非常简单 泳磁有着更好的续航能力 就是这么简单 我这家Model S它用的是感应电机 包括这个T 这个图比 特斯拉这个logo 你觉得它像个T是不是 它其实还是一个感应电机的转子 你知道吗 就特斯拉使用泳磁电机之后 其实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人说的 大家都说 特斯拉真相 特斯拉也改用泳磁电机了 信仰都放弃了 有人说吗 没有人说 对不对 再来说加速 像去年我被狂黑的时候 没有人意识到 我买的蔚来ES8 是一辆大型的7座SUV 百公里加速 高达4.4秒 那辆车重高达2.4吨 现在特斯拉Model 3 加速特别好 大家就会说 这车真香 我跟你说这车的参数 主要是这车尺寸 比Model S还要小 这车并没有 进车并没有使用全铝车身 使用钢铝车身 但是重量 通过各种各样的优化 做了1.8吨 1.8吨比2.4吨 它轻很多 那百公里加速 除非你买像我这辆 Performance版本的 超哥买这辆版本 它的百公里加速3.5秒 大多数Model 3的加速 其实是唯有我那辆 87座的 百公里加速4.4秒的ES8 要快的 这个事实你们可不能忽略 对吧 车重1.8吨 更小的车身 然后做出了更强的续航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这样的续航 造出来高 确实是有好处 经过一些测试 我们在城市道路使用的时候 大概实际能跑的距离 有450公里 如果在高速公路使用的时候 实际能跑距离 大概有380到400公里 当然这个续航是目前 同类也好 不同类也好中 续航最强的车身了 这是特斯拉以上两个优势 一个是它的电动机比较好 一个是它的电池 相对来说也不错 特斯拉第三个优点是什么 是它这套autopilot系统 这套autopilot系统 目前是L2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L2加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需要时刻准备好随时接管的 但是尽管你需要随时接管 尽管它对固定的物体 比如说前面突然停着一辆环卫车 比如说地上有一个垃圾装筒 它识别的不太行 但是它确实是世界上 被实际使用过总里程数 最高的一套辅助架儿系统了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特斯拉的优势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今后你想跟别人吹牛的时候 特斯拉Model 3 或者特斯拉的车型 有哪些地方牛 第一电池好 单体电池不错 第二电动机的技术可以 然后第三 它就是autopilot这套技术 实在是不错 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 至于电池管理技术 那套BMS 其实我查阅的一些资料 国内的产品 跟它做的差距 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国内像比亚迪亚这些厂商 其实做的也不差了 所以吹也要吹得对 那抛开了这些双标的话题之后 咱们接下来认真来聊一聊 我知道Model 3 好的 经过刚才我跟超哥的仔细检查 超哥的那辆Model 3的主要问题 也就是胶条不太对齐 那个杜克条没对齐 然后右边的后备箱的一字板间距 比左边的后备箱一字板间距要大 然后以及前仓的那个开关锁那有点松动 就是我们说这些 不是说什么特斯拉正品可以忽略过的 还是那句话 就是交车做的其他地方好 也不能就是车做工本身 这个错误就被掩盖掉 所以我们一碗水端平 不好就是不好 我们就说嘛 然后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Model 3是最近做工才不行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这车做工一直都不太行 你看这个我这家Model S的胶条 不也就这么回事吗 对吧 大家懂的 所以马斯克要继续努力吧 我觉得中国工厂你赶紧把它搞好 是吧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这个国家电网的充电桩 我们插不进去 你看 我今天已经试过一只操充了 操充了我又费了老鼻子叫才能插得进去 我们认真的说 超哥是欧拉的老 欧拉车主老司机 他肯定知道充电桩怎么插 我刚也试过了 就怎么样都插不进去 你看 我觉得这个 这是给跪了 对我服了 我们试了一下别的边上的装也插不进去 换一个 开了一个小时多一点 黑屏一次 现在整个屏幕直接卡死 动一动不了 我也是醉了 你看 完全没反应了 一个小时出现两次这种情况 好了 你看为了证明我不是来黑马斯克的 我还随身带了一幅潘总画的马斯克的油画 对吧 你看潘总就给两个人画过画 一个是乔布斯 一个是马斯克 你看 所以马斯克啊 同志们啊 你的车造的长板很明确 对不对 你这个短板嘛 你也要尽快补上呀 好 就是加州交到这么多 咱们不用怕 这个顶上的整个玻璃是有颜色的 然后呢 这个全景的天窗 虽然说是全景 但是中间呢 会有一道衡量 这一点呢 跟Model S 如果你不选天窗的话 Model S就完全没有衡量 那一整片玻璃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后排空间呢 前座超过 一米七三 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吧 然后它的座椅 现在正常的姿势 我们看我的腿部 同样还是我放松的 斜着的状态 大概也就是一拳 两拳 一拳半到两拳嘛 如果你个子高的话 两拳之内肯定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尺寸空间呢 肯定是比Model S要小 也比ES6肯定要小的 就是这个车整体上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这就是一辆小车 你不要期待 它的后排空间大 什么样 并且呢 Model 3的座椅呢 其实啊 有一定程度上 把它做小 做窄的意思 因为这样可以给你 更好的腿部空间感觉 往下看看 但是座椅的包裹性 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这辆顶配 这个选了高级座椅之后 然后并且这个座椅也没有任何的皱纹 这一点 比我那天看的那样工程版的ES6要好 然后整车的内部做工的话 这块 除了这个可显而言的 这个胶条不太好看之外 超过这辆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高配啊 然后我感觉做工还挺好的 至少比网上那些 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要好 但你说住这里 像这些什么顶棚之物的接缝啊 不太对齐什么的 那依然有 我给大家看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啊 好 大家看到这个顶棚的交界处的吧 你看这就是明显没有做好的地方 这个顶棚右边这一片 比左边这一片要多 并且右边这个走线 比左边这个位置要高 然后同理 你再看左边这一侧的时候 应该左边这一侧 就没有右边高出来那么多 总之就是这些小问题 什么的 感觉目前托斯拉 就像解决不掉一样 就根本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完全不可以理解啊 比如说这个装配又有多难呢 我不信 我这辆车会不会也是从帐篷里面出来的 哈哈哈哈 它不是有个帐篷工厂吗 有个帐篷工厂 当年坦能低域的时候有个帐篷工厂 我这是不是帐篷里面出来的 不知道呀 然后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其实之前我也说过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这种反溶皮类似于阿肯塔罗的质感非常好 摸起来特别舒服 然后这里是车窗的升降按键 然后开门的话是按这 很多人第一次可能会不太习惯 但是你习惯之后呢 我觉得没问题的 非常好 就是这个按钮就比那种挂钩一下就有科技感了 你看我们按一下 然后车门就可以打开了 对不对 这种感觉就特别好了 第二排两个座椅中间给的这个中央拖架 你看这就显得有点寒碜了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肯定会说 这有啥关系 我中间不用中央拖架 那好 希望你遇到国产车的时候 你也能说啊 中间我不用国产拖架 不要说嘲笑国产车人的拖架做的廉价就行 反正这个要按照我的话来说 它就是挺廉价的吧 这个 就这俩背脱 啥也没有 好玩的东西啊 之前我也介绍过 先再介绍一遍吧 这个后排的出风口呢 没有啥新奇的 大多数车差不多也都是这样 这个出风口那左右调节 然后那个上下调节 给了两个USB接口 好玩的是前排的出风口的调节 这个很酷哦 对啊 然后你看前面的臭风口调节对吧 就可以玩好久嘛 然后上下左右都可以调 开盒 然后我要表扬一下啊 就是我不知道这车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车里面坐着 其实那个空调一直没有关处于待机状态 刚才我们把空调从关闭到打开的时候冷风瞬间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压缩机的功率让我很舒服 尤其是在夏天你车被晒得很热的时候 是的 对吧 这个压缩机的功率 不管是它是之前待机时间一直待机 就在还是说那个功率就本身很大 我觉得这很爽 就是夏天嘛 要立刻冷的时候它能冷这点很好 对 然后你看这里这是一个中央拖架 这前面是一个钢琴烤漆 可以打开 然后非常沾指纹 非常容易脏 然后打开之后我们看看空间 其实空间还是非常深的 这是充电的 这有两个充电结果 这iPhone一个一个Type-C 一个iPhone的那个口 难挺的 回头我要改了一个无线充电 回头改个无线充电就好了 这个必须要改 但整体上这套内饰设计 反正喜欢的人会说它简洁 不喜欢的人会说它什么都没有 i超哥你自己开的时候 时速表在右边 你会觉得有问题吗 我没有马表 我都没有不习惯 但是我估计 我感觉会容易超速 其实这么做的原因 我觉得一方面是设计的容易 另外一方面还就是生产起来容易 然后就是省城板 还好给车减重了 对点是实在 但是你给个HUD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吧 HUD也没有 HUD要钱朋友 我给 你看车主都说给了 马斯克 是不是 你搞个HUD 多少人万众期待需要给HUD 你不给个HUD 一般预表反省了 我不反对 但是你给HUD对不对 你让我看一下速度 别的要求比较高 就看看速度就行 对吧 马斯克听到没有 安全起见 不过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就是这么多年都没加 不可能说现在给你加上了 这倒是 对吧 要加早加了 因为马校长的眼光 他才看不上这些燃油其次的技术 对 HUD是过时的技术 他才看不上 然后我们说这头枕 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这个头枕跟Model S一样 其实是不可调的 很多Model S车主呢 待久了之后都 都脸上加了个颈托什么的 这一点呢 其实可以表扬一下ES6 ES6虽然也是运动式的一体座椅 但是它是可以调节的一个头枕高度 好了 我现在坐在前排 我的感觉就是 它整个坐姿要比Model S要低一点 但是前排 我座椅正常调节了之后 腿部啊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 空间也是很好的 然后座椅的支撑包裹也都挺好的 我觉得特萨的座椅呢 就一直这个包裹性 就比同品牌要好 比蔚来的ES8要好 比ES6 我感觉可能也要略好一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它椅子更加小一点 它椅子软 软对 然后包裹的舒服 我觉得它椅子比蔚来的软一些 对 我觉得它的包裹性 因为蔚来它可能真皮的 真皮的它可能就没那么软 因为蔚来它是真皮座椅嘛 它这个皮应该不是真皮 但是说的确是稍微软一些 它说叫高级什么皮内饰 就是它们包含的 反正不是真皮 应该不是真皮 不是真皮对吧 应该不是真皮吧 我感觉 因为特萨不是说了吗 马斯克不是说了吗 为了保护动物 所以他们 对 所以他们不用真皮 不用真皮 我觉得这方面都没啥 挺好的 短期坐是舒服 我担心会不会长期使用开裂 因为我的经验长期看 不会有问题的 长期也会挺舒服的 不会有啥问题的 那这不开裂 我觉得这个车 其实如果你日常 没有太长久的 后排坐长途的需求 一两个人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对空间 因为你只有一两个人的时候 空间上你也没有那么敏感了 所以我觉得反而很好 你看这车 车小 意味着它更加灵活 然后续航高 意味着日常行驶的时候 你充电的次数可以变少 对吧 然后这个车科技感也不错 所以各个方面都在一起的时候 除了这个价格 目前进口稍微贵了一点 其他的 其实是挺好挺香的 它跟ES6 有人说怎么比 我个人观点非常简单 就是你要去试驾 看看你日常的需求是什么 我本来是有一辆 那个Model 3的订单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车 真正交付之后 我立刻就把订单取消了 就是这个空间不适合我 所以我就没有买 就是我觉得 大家也要去试驾一下 ES6啊 未来那个还是Model 3 都可以去试驾一下 就是你不要老是听别人 在那吹 这车好 这车不好吗 你试一下你就知道吗 对不对 独立思考 放弃你的聪明 然后充电池在这里 你点这 然后这就是展示的 目前这个车充电的状况 你看 那个特萨其实是建议这样子 就是你日常使用的时候 不要把车充100% 你保持一个80% 90%都可以 像这样的距离好 那个是85 对OK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离电 三元离电池特别怕满充满放 就是你经常充满 然后然后把它完全放空 这样对电池的伤害非常大 如果你常年在20% 90% 20% 90% 才会循环 对电池几乎就没有损伤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车 在国外 有的车都跑了20万Miles 30多万公里 电池损失可能才10%以内 就是你不要老是满充满放 就会很久 像这样的话 像这样 能很久 能让电池使用非常久 那当然也不是说 你就不要开这么多电量 如果你真的有长途需求 那把它充满就充满 也很正常 东西就是用来用的 所以日常驾驶的时候 让它少一点也就OK了 你看 即使它85%左右 又有415公里的续航 你就再怎么打折嘛 350 360 不够你用吗 肯定够的呀 对不对 然后这个超充是这样的 目前国内没有V3版本的超充 都是V2版本 点击这里 你就能看到附近有哪些超充 你看 国内目前的超充是V2超充 最高功率大概就是120千瓦 然后Model 3实测 其实是可以充到 105千瓦到110千瓦之间的 这个速度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然后充电依然是一个曲线问题 就是从20%开始 随着SUC的增加功率增加 大概到560%左右的时候 到达顶峰 然后后面开始 一个曲线逐渐下降 你升级到V3之后 可能到V3中间那段最快的功率 大概能保持住240千瓦 10分钟左右 就在那段最好的功率中 特斯拉的V3超充 大概充电10分钟 可以跑150公里 就这样Model 3就可以 然后这个充电桩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啥 就是功率上 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120千瓦 有几个事 第一个是特斯拉 不是说特斯拉蓄标 就是特斯拉在装的时候 那个配电充电桩 对当地的电力要求 以及那个配电柜都有要求 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 单纯的供电不足 或者说那个充电桩 就是有问题 那解决这个事的办法 其实就是换一个桩 对 所以这方面 确实没有什么好方法 所以就是超充使用 就是这样 如果你晚上去 然后发现超充的时候 一直达不到更高功率 可能是充电桩的问题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电池的温度 没达到 这时候也会出现 说这个充电速度 比较缓慢的问题 那个像V3的时候 为了让这个充电工具 达到最高 你导航去V3 充电桩的路上 特斯拉会把这个车 电池加温 让它打到公开的充电速度 所以电池嘛 目前来看 就是很娇贵的一个东西 它充电的时候 太热了也不行 太冷了也不行 那客观上就是这样 所以等一下 日常使用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连超充 咱们也说完了之后 整个车的静态部分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就是这车 反正是一辆小车 是一辆有趣的车 做工上 目前客观上 它就是不好 比不上国产 甚至比不上 十几万的一些国产车 那除了忍受 你就只能忍受 对 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了之后 那这辆车会非常香的 那待会咱们就 去跑一下 它的动态吧 那这辆车是 Model 3 Performance的版本 它给的是 寒态的轮胎 宽度只有235 但是尽管如此 这个车的百公里加速 是3.5秒 3.5秒的百公里加速 这就是 这是一辆比宝马M3 更加快的车 香不香 待会咱们就试试吧 其实倒数影像 我还第一次认真的在道路上看 还不错 其实 非常清晰 然后也有引导标线 我们现在这趟驾驶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 现在运动模式没问题的 方向盘非常小巧 比S比ES8都小巧 然后运动模式下还挺沉的 试一试 指向的其实真的挺准的 这点我觉得挺好的 它指向非常准 然后运动模式是什么 我松一下油门 这个明显的拖拽 还是挺明显的 这是因为 能量回收是强 能量回收强是吧 我们把它改成弱呗 好 好 我们把能量回收改成低 你看现在松油门了 还是有比较强的拖拽感 对吧 还是有 你看现在45 松 对吧 还是明显的拖拽感 明显的感觉 对 没啥明显的区别 感觉就是这个力度上跟Model S 感觉差不多 Model S我也一直是弱 然后车非常小巧 然后稍微动两下 非常的灵活 轻便且灵活 这非常舒服 在这个运动模式下的时候 这个方向盘有点类似于911那种很沉重 但是它的回馈没有911那么准确 就是非常舒服 这车本身很小嘛 然后我们给脚的地板油感受一下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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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踩一下刹车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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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于这种突然而来的加速 你看所有的人对吧 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 害怕 然后血压上升 这其实就是这种车能带给你的乐趣 老实说这个胎道有点大 现在我们的速度才70公里比较时 这个胎道就让人觉得有点那啥的 然后 这个转向 这个转向杆 不管是AP的这根转向杆 还是这个转 还是转向灯的转向杆 塑料杆好强啊 就是你老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搬到位 你得看一眼或者听到这个声音 我觉得这方面做工感觉没有S好 这里日常开这个车 买这个车人没有几次用到赛道模式 但我们就得要有 就这个意思 我用不用不重要 我用不用不重要 你得有 对不对 你得有 我235的胎宽 是吧 我这么高的马力 我就要有 我有我开心 你用不用你别管我 我这场买菜我就开50公里 这车开的舒服就行 是吧 移步到位爽 不会犹豫 你说你今天买个后驱 你开的时候不够快的时候 你会想 这时候要是个performance 你刚刚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更好 你买performance 你就完全没有这个犹豫感 嗯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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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看的这个侧面的曲线 那左边呢是model 3 右边红色的是model S 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吧 好了以上就是懂买买 对于超哥的这辆model 3 performance的全部看法 还是那句话 特斯拉呢有非常自己的长处 它的续航呀 它的AP呀都非常的香 但是它的缺点呢也非常明显 就大家呢在评价一辆车的时候 还是一碗水端平会比较好 对不对 好这就是本集的方向标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多少方向标 我是懂买买 还有93万粉丝 我就有100万粉丝了 希望下一个粉丝就是你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买个便宜货 汇聚全网折扣 最低只要6块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